内心就比较不会有太多的抗拒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就可以知道剩下的时间就是你不知不觉浪费掉的 心理预设是你不能觉得 大家好,我是梅根 今天的影片我要告诉大家三个我克服拖延 能快速做事的方法 我今天有很多事情的这个城堡想要做完 告诉大家我的独门秘诀的同时 我要带大家逛这个城堡 这个城堡建于十一世纪 经历过三十年战争,经历过东德的共产党战领 然后呢到现在呢是一个叫做Open House的NGO机构 接管这个地方 这个城堡的维护要依靠很多国际志工 我就是这两个礼拜这个国际志工的Coordinator 两年前我那时候超级会拖延的 那经过这两年的各种改变还有各种实验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我觉得最能克服拖延的方法 那有三个步骤 我等一下就会一边带大家看看这个城堡 然后一边跟大家讲这三个步骤是什么 这些地方都是一般观光客去不了的地方 下一个地点是我们的厨房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城堡的厨房 虽然说我们城堡超大 但是到时候呢大家活动的地方都还是以这个小小的厨房为基准 所以呢为了专注还有不拖延 我每天早上呢都会整理一下脑中觉得有哪些事情应该要做 并且把他们全部写下来 那每件事情呢你要再把他的每一个步骤细想都写出来你要做什么 例如说我这周要去一个地方找我参加的上一个program的 务工老爷爷很多人就直接写说安排行程去找他 但是我但是呢对我来讲我要把它分成每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查如何去那个城市 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买票 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要打电话跟他抢时间 所以说呢这样子我就可以把一件很大的事情缩小成很小的人物 我这样子内心就比较不会有太多的抗拒要去做这件事情 哒哒我现在又换了一个角度 不过还是在我们的厨房里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假设我今天要拍YouTube影片 那我就把步骤解成写稿 找拍摄地点 因为这个天气最近很不稳定 所以说我都要找一些比较亮的地方来拍摄 那第三个就是拍摄 第四个就是把影片输入到硬点语言并且证明 总结来说我每天早上就要把我的工作全部练下来 并且把每个工作再拆解成很小很小的步骤 非常简单 并且你对于他不会有心理压力的那种小步骤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超级可爱的木屋前面 但是你们知道吗 其实他是拿来放羊大便的 我后面的房子是1905年建来要放羊的地方 然后他们的大便就被放到这里 到现在呢都没有人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说我才跟你们讲 明明这个城堡超级大 但是我们大家就只能挤在一个小小的厨房里面而已 这就是原因 因为很多地方就是没有人力或是没有钱去维修它 像是可能光是维修这个房间 就可能需要大概1500万的台币吧 我们就在这里讲讲我的第二个tip 就是大家一定都听过的番茄工作法 番茄工作法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做事情的方式 分成25分钟25分钟 你要设定一个计时期 然后在这25分钟之内你要把一个任务做完 并且完全不能分心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预设是 你不能觉得这个番茄工作法一开始倒数 然后你就是在那里默默的有点想要把这个时间过完 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可以 也就是打勾业一个番茄钟成功完成 而是你要在这个番茄钟开始之前告诉自己说 我要在这25分钟里面完成什么 那我自己是依照我自己的生活习惯以及专注度 我的番茄钟是20分钟 那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设定自己比较习惯的番茄钟 最后一点呢我想要在这个我们做的小房间里面 告诉你们买我的方法 我本来还想说 诶你中在城堡诶 我是不是可以去做那个国王的房间啊 如果没办法做国王的房间 至少让我做那个公主王子的房间 结果没有 平民grind就永远是平民 但我们做的地方是以前工人做的地方 好 所以说我第三个能克服多元的方法 就是说要把每段时间你在做什么都记录下来 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 像我今天计划2点到6点要做事情 我就把2点到6点的时间表格写在这边 像我刚刚不是说了我的番茄钟是20分钟啊 我会想要设定成20分钟 而不是他们常常推荐的25分钟 就是因为我习惯把我的时间表 以10分钟为单位划成一个一个的 那所以说我刚刚就完成 我刚刚2点到2点20分就完成一个番茄钟 我就在这里划掉2个 那你每完成一个番茄钟 就记得在你完成的那个时间上面的表格划掉 那你就可以知道剩下的时间就是你不知不觉让累掉的 这个做法还有另外一个原点就是 划掉表格的时候超级有成就感 成就感就是让你克服拖延的一个重要元素 有成就感就想要继续做下去 同时我们不是在第一点有说过 我把我每一个我每一个该做的事情 每一个步都写下来吗 画完番茄钟之后 我也会记得把我的那个叫什么 然后to do list划掉 那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爽 非常的有成就感 那我给你们的三个如何克服拖延的方法的影片 就在这里结束啰 在最后的最后带大家看一个超级合法的东西 你看我们墙上这是什么鬼东西 看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都超级错 为什么里面要放这个东西 但是什么 他让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都觉得超害怕的 你们要记得这是一个十一世纪的古堡 然后墙上有个脸 我就在我们房间的这个柴火堆 这里跟大家说拜拜 那影片就在这里结束啰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那希望我等一下可以把我们该做的事情都全部做完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